晚间暴雪中 外国游客在半山腰医护站取暖 神情临重 因为他们才刚在鬼门关前绕一回 位于日本长野县小谷村的一处滑雪场 当地时间29号发生雪崩 造成超过10人遭到活埋 其中包含5位外国游客 综合日媒报道 当地警方和消防在29号下午2点半左右 接到民众通报 在滑雪场赛道外的山林发生雪崩 有10多人在海拔2100公尺的 白马成安月天狗园 东侧斜坡滑雪时遇难 其中5位外国人被困在雪中 截至29号晚间 总共有11人已经顺利下山 其中包含3位外籍游客 分别是40多岁美国男性 30多岁德国女性 以及右肩膀因此脱臼的 20多岁奥地利男性 目前还有两位外国游客 仍然困在雪中失去意识 分别是美国和德国籍游客 警方表示30号早上 将继续进行大规模搜索 将两人找出 东森新闻邱朝瑞刘嘉宇报道